新疆民风县 位于昆仑山北路 泰克拉玛干沙漠南源 全县人口不足四万 面积却相当于十个上海市 正在修建中的216国道 纵穿整个新疆 途经民风县进入西藏 公路沿途拥有沙漠 高原 湖泊 山脉等多种自然景观 被誉为最美越野公路 今天是我们来到 新疆民风县的第三天 我们决定沿着216国道 开启一场无人区的冒险之旅 车辆刚刚驶入库崖克山口 我们的车被拦了下来 天下能过去吗 这边可以 可以走 安全没问题吧 天是没有 但是现在是天气 天气 天气 天气比较热 比较热 天气天气 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下雪 经过沟通 我们得知前面的公路还没有修好 而且进入夏季 频繁爆发山洪 当地乡长允许我们进入 但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 向导也是跟我们说 让我们快快地通过这个路段 因为这个旁边有很多的落石 然后经常发生滑坡 所以走到这块他也比较紧张 一直在跟我说 让我快快地走 快快地通过这段 中午一点钟 我们终于翻越了山口 进入了藏北高原 这里海拔在三千五百米左右 远处的雪山 在阳光的照耀下 更为雄伟 这里是梅峰县牧民的草场 牧民们常年生活在山中 和大自然为伴 在牧场 我们偶然碰到了向导的姐姐 他们已经在山中 放牧了很长一段时间 期间 他们每天都要徒步走上几十公里 受制于环境限制 南疆牧场植被稀疏 为了让羊吃到更多的草 他们往往几家联合起来 赶着羊跑到很远的地方 一来一回 整个夏秋季 在山中流浪的路程 几乎上千公里 几千年来 这里的牧羊人 依旧传承着祖辈留下来的 生活方式 中午都吃什么 咱们看看 酸奶 酸奶 囊饼 把囊饼 白开 吃饭的人群中 还有两名驻入队的司机 牧民也十分乐意招待他们 外面那个大车是你的 对对对 那个车 刚送完东西 你去哪送东西了 是到196年吧 那个新路 新路的 对对 这个路修了多少年 这个路修了 这是第四个年头了 民风县境内 山脉纵横 沼泽湿地遍布 是整个216国道 最难修筑的一段 以前 牧民在身上生活艰苦 吃的东西 全是从山下带来的囊 住在搭建的简易房间里 生病了 也来不及下山看病 如今 路上到处能见到 正在施工的路段 随着一座座桥梁的搭建 曾经人类难以企及的 无人区 也将能够通车 牧民们盼望着 国道早日修通 生活也就会变得更加方便 谢谢 刚刚端上来的 一会儿还有汤 我们一会儿尝一下 这个汤是什么味道 有肉 还有馕饼 这就是 典型的手把肉 就是简简单单 只有用一点盐 然后其他的调料 一概都没有 但是我们见过的 是非常大的馕 我们在市里面吃的 日常吃的那些馕 都是相对小一点 就是比较难成 这也这么大 这应该就是船舵中的那种 行路量 可以相当很 你说的很嫩 而且很脱服 基本上就非常轻松 就能把肉撕下来 就没想到 在这种地方 还能吃上这个热的 而且还能吃上肉 真的特别辛苦 感觉 告别了牧民 我们继续前行 而一场危险 却悄悄向我们靠近 然后现在刚碰到的 这个摊矿的 摊矿队的 说昨天晚上 他们就在上面 因为发洪水 下不去了 洪水就是每天下午 七点钟 八点钟左右 就发洪水 昨天是第一次发的洪水 水量还可以 如果是今天发洪水 比昨天还大 就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如果是现在你们出发 说不定 你们还可以过 现在我们走的话 有60%的可能性 能走下去 如果再晚点走的话 可能车就会 陷在里边 就会被冲掉 冲到山下 我们决定现在 就回去 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决定 提前结束行程 原路返回民风县 然而下山的路上 情况比我们预计的 还要糟糕 返程时 洪水在数个路段 造成塌方 车子经过 稍有不慎 就会掉落悬崖 最终 洪水在土兰湖家河主流 汇聚成一条 宽约30米的河面 这里是返程路上 最后一个涉水路段 也是水势最大的地方 有点深呢 我觉得 真的很深 走不了 很深 都下去 都下去 太沉了 右前轮是凹的 就是它在那个地方 机械上 属于一个打空转的状态 对 那个下去 车头直接没过了 对对 下的下前的有点太深了 如果再往前走的话 可能会淹到发动机了 其实呢 对对对 根本不可能过去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就要 在这里 可能要在野外过夜了 天色慢慢变暗 水势却越来越大 被洪水挡住的车辆 越来越多 而我们却只能无奈地 继续等待 旅程至此 期待中的风景 没能看到 而我们却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境地 所有人变得有些失望 然而 一个人的出现 却带给我们惊喜 他叫林杰 是一名来自福建的 驻入队工作人员 过去四年 他一直在无人区工作 9月份的时候 那个机站的站立楼 跑过来 跑到这边来 生完孩子 然后再回去 那个站立楼 经验看那个神 一生下来 没有五分 不超过五分钟 就可以以60迈的速度 跑 天然的星辰都不滑 然后旁边就一大片 那个黑色星 黑色星 对 不高 差不多 最高的也就是 两三个 应该差不多 一辈子 然后那个地管区 叫黑色 以前刚刚到 到那个四千五的地方 好多都是那种 野生的那个黄眼 几百只眼睛 那个黄眼的眼睛 都是蓝的 都是蓝色的 有鸡了一个眼睛 在那傻的傻的 在吃草 通过他的描述 我们才知道 身处的这片无人区 竟有这么多 不为人知的美好 再过两个月 藏羚羊将会回到这里产载 再过五个月 216公路有望建城通车 即使我们此行 没能看到这些 但却激励着我们 在未来重新出发 现在是五点五十三 然后经过一夜的 就很转 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少了 我们可以看到水流特别小 我们打算现在 冲过去 然后返回冥峰 加油吧 我们能不能一次成功 好 走了 走 经过12个小时的等待 洪水渐渐退去 土栏胡家河 再一次恢复了平静 渡过这条河流之后 前方将再无阻碍 哎呦 过来了 再过两个小时 太阳又将升起 我们也将迎来新的一天 旅途中难免有遗憾 但遗憾也留给我们 继续探索的渴望 我相信 未来这条公路通车的时候 这里也将成为中国 另一条越野打卡的胜地 就让我们带着希望 继续前行吧